W小姐的案子 其實應該是關於W小姐的案子 是 W小姐就是一個花女 已經換了身份證 她的身份證已經寫著女性 但是政府都不讓她結婚 於是她就告政府 最後2013年她就贏了 她就可以憑著 她現在新的女性生活 就可以結婚了 但是呢 就有個問題出來了 她做了所有的手術 被政府批准她去結婚 沒有做了全套 換性手術的人怎麼辦呢? 我就是其中一個沒有做完 所謂全套換性手術的人 我現在的情況就是 連身份證都換不到 我身份證還寫著女性 我現在都在排期去打這個官司 但是即使我的官司贏了 換了身份證 換了身份證都不代表 其他法律上面有權利 這個也很多人不明白 剛才你第一點已經說到 做什麼叫做未做完全套的 整體重製手術 怎麼會是全套呢? 現在按照香港政府 本身份證的條件的定義 就是要切除了整個子宮 和重徑一條陰境 但是呢 這兩個手術 都是一些大手術 重見陰境 是非常非常複雜 成功率也是非常大 但有很多人手術是不成功 不成功 是有很多後遺症 令到她生不而死 這件事是非常不成功的 很大的部分 我才能拿到身份證的另外一個性別 是要這樣 然後是還要未有法律的權利 是換了身份證的人 那些身份證都要打好官司 才可以結出身份證 是 而且她不是一次性的手術 她要做很多次很多次 自己復原很少 然後她要再做一次性的手術 我才為了一身份證 那又帶出另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群人都說 哇 那你指一下 譬如說我這一刻想做女人 就是女人 我明天做男人就是男人 那就很容易 如果不用你去 真的做手術去變性的話 其實是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的 因為你要法律成人 你另外一個性別 你是需要經過一個很嚴格的程度 是經過一些生活體驗 還有經過一個心理醫生 精神科醫生 法律代表 根據你教的文件 批准你去獲得這個新的身份 其實很多歐美國家 已經是不需要做完全部的手術 都可以拿到她自己想要的性別的身份 印度 或者你所謂的第三世界 或者去發展中地來說 人家都已經有這件事了 都不用做完整個手術 都已經是可以認同 所以香港真的不可以這麼落後 好 很簡單 原來去銀行開戶口 所有人都做得到的事 原來對他們來說真的有個困難 入院或者是Bodycheck 他們去住什麼性別 去房間 原來在他們身上 一直都不公平地發生 以及很不開心地生活 最簡單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只是說去小便 是 這個對他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絕對大的困難 為什麼香港到現在都可能只有一兩個 這個叫做 第三性別 對 第三性別 對 對 中性前所 為什麼要忍住尿不阿呢 很多反對的人 就是在說 你女裝又有男性 男裝又有女性 會不會有很多性騷擾 有什麼可以回應他們 數據 告訴他們 通常被人騷擾的是 跨性別 可能別人看見他 你的樣子有少少 突然之間 就叫警察去搜他身 或是戲弄他 對 之後就對他講一些 很有錢的說法 去羞辱他 反而是信性別者去騷擾 跨性別人 對 因為很多人完全不知 跨性別者是 什麼事情的一回事 而且反對派是營造一個 哈性別者 等於性罪犯的形象 反同反跨的基督教團體 他們就加了這個言言書 我看到一封 它上面只有一句 因為我要反對同性婚姻 那他真的要加油了 那條小姐覺得 其實是以性戀婚姻的權益 一向我們都說 哈性別是不等同性傾向的 他們真的無法分辨 總之你LGBT的全部都是一樣 總之你不同 你是變態 那樣 是不是要做 你經常被人罵 哎呀 我經常都覺得 TB一定是想變性的 對 其實是兩樣東西 性別認同 你自己認知自己 是要做男性還是女性 但我自己喜歡男還是女 是兩樣東西 我真的不吹意 或者不想衣服飲 真的 真的不要誤會 你很夠用 我真的很專心做TB 所以我們今天說這個意見書 就很重要了 因為呢 是很需要一些 Qualitative的Data去Support 那他才會在一讀二讀的時候 表述出來的 很多人聽到意見書 就以為是很複雜的 是啊 其實呢 你拿張白紙料 Gryfax過去 都接受的 不過質素又低 你看到Harry也分了 Part 1 2 3 基本上呢 你玩田充就可以了 幾個方面可以入手 第一個當然是人權 第二個經濟、法律、公平、社會和諧 人權的論點就是 香港是有憲法、是有人權法 其實是應該要保障所有人的人權 成立了這條法例 你也可以藉著這條法例去 開始教育公眾 什麼是跨性別 什麼是性別認同等等的知識 那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起點 那經濟很簡單 跨性別人士 如果你不得到基本的法律保障 去找工作都有問題的時候 那他怎樣賺錢去養自己呢 提供不了生產力給香港的話 我們又要找眾門養他 那他會是一個經濟的損失 而且Part 1 3 沒有人權 對於香港 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來講 都不是一個好的聲譽 可能一些公司 因為一些brand image的問題 他會選擇不在香港做他的別黨 但是有很多經濟的損失 那這些都是發生過的 在美國 North Carolina這樣的地方 那法律的論點呢 其實就是非常簡單的 香港是有人權法 是需要遵守一些國際的法律 如果你沒有性別承認法 就出現了很多 侵犯了跨性別人權的法律 很多法律的空虧 你將來會出現很多 好像Henry這樣的問題 之後那些人就會 無限地司法覆核 政府用很多公帑 去單公司 然後那些元素人 好像我這樣 你申請司法覆核 那那裡人是一塊錢 那這裡都可以關於經濟的路面 而且你牽涉到律師費 不知是說幾萬幾十萬的問題 最終這些錢從哪裡來呢 就是大家給那些稅到來 之前這個法例 都是幫大家省錢的 而那兩個論點 都是有關公平平等 和社會共融 大家都很明白 剛才都說過 你不保障跨性別人 他們永遠都是一大公民 他們永遠都沒有辦法 像大家一樣去投身社會 融入社會 那我看到你第二個部分 就想反駁一些 就是叫做反對的聲音 為何你會加這個部分 因為他們實在是太大聲 我們都要向諮詢小組 明確地反對這些錯誤 對跨性別者的了解 是不是一定要呢 隨心啊大家 我覺得最重要都是Part1 因為Part1就是一個立法的依據 沒錯 這個諮詢其實有兩部分 現在是說第一部分 政府就沒有說整個諮詢會做多久 都不保證諮詢做完之後會立法 我們現在藉著那個Part3 就跟政府說 其實你應該要盡快開始第二期 可能在兩年之內就做完整個諮詢 即不要再拖 對不要再拖 也都政府因為他們本身在這個諮詢 說我們沒有立場 但其實政府是應該有立場的 因為是W小姐那個案 已經說了給政府知道 你是要去立這個聖別成名法 還有有一點我也想說 我們現在在說這個政策 其實就是在說一些世俗性的東西 在這個諮詢文件 它裡面呢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有很多基督教的意見 記住我們的政府是沒有宗教背景 所以我們的法例也不應該有宗教背景 而且它很容易就說未營聚到社會共識 剛才Maggie也說到 其實保證小龍盡憶是不應該需要社會的共識 沒錯 所以如果對於它這個諮詢的過程 或者立法的進程 有什麼意見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我們寫完全名和身份證的四個號碼 應該是這樣才有用的 個人知道 那你就要告訴政府你的名字 你的聯絡方法 然後你把你的封信 郵寄的或是電郵都可以 雖然提供了很多內容給大家 但大家就不要100%這麼照抄 你一定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見 你真的想不到的話 簡簡單單寫也可以 對 2017年的12月31日就截止了 說清楚 年尾之前一定要交 再見 拜拜